他也變得像怪物妖 等一下 完全叫不行 他打我 現在他恐怕聽不進任何話了 下不著手沒有關係 我幫你們牽制他 趕緊把握時間 想辦法 欸? 我覺得這是應該分歧點了 天心 你手上有驅邪咒嗎?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壞結 壞結 不對不對 我覺得我剛剛應該要選下一個的 好吧 1號 10號 試試看了 如果能進化他體內的離網 驅邪咒激怒的宿主 啊? 直接死掉了 我以為是分歧點欸 不錯了 欸? 我的相機還在 那我們這邊就快速 快速的跳過 完呢 一個 驅忍 好ma喔 欸? cad嗎 衝上前抱住他 我那如何还是没有办法真的伤害他 只好放手衣博 看我的治愈能力有没有什么用 治愈能力产生了一些薛许功效 黑狗停止挣扎 洪荣发出细细的声音 你说什么 天猎将自己的耳边贴近黑狗 凝神细听 让开 阿兽天心赶快退开 黑狗等天猎等了退开之后 捂出一团浓稠黑色的物体 接着他不断的捂出新的黑色物体 越到后面越紧紧血色 最后一口只剩下黑血 不会完全被吞噬的 别忘了我的血能够驱血呢 说完黑狗生意一生 宁地气脏丧失而倒地不知 田猎立即跑了过去 再次将冯青池紧紧的抱住 然而这次治愈能力没有生效 冯青池就这样沉沉睡去 再也无法醒来 爷爷的身体已经被李王破坏到无法修复 现在是他 恐怕已经 为什么 为什么他会突然变成李王宿主 啊 难道是那个时候 已经没事了 接下来 我会保护你的 那你久等了 原来是我吗 是我害了他 哥哥 对 现在不是孝成的时候 天心 你回家吧 不要再搞我的事了 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你既然是自己过来的 应该有方法让自己回去 不 我不会丢下你 爷爷已经变成这样 我不想再看到你遭遇险境 虽然爷爷身上的法症 无法取出 但或许除了穿越症 还有别的方法可以同时送我们两个回家 反正还有一丝契机 你让这么快 放是希望 天心说的没错 放心 接着我到方法之前 我会一直陪着你们的 奶奶还在外面 先把他带回来吧 尾声 未完之旅 没了 而且他说了两个结局 可是我真的应该只玩到一个结局吧 我觉得还不错耶 这个故事 就这样结束了 真的吗 想说我再试试看 如果我什么都不做 诶 怎么这样 我觉得 真的感人的时候 就突然结束了 好像少了点什么 什么都不做就 就是 对啊 什么都不做就死掉了啊 好 那没关系 那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里啰 因为我觉得他的故事好像还没有完全说完的样子 那我想说我稍微去看一下好了 请他再稍微等我一下 因为他说有两个结局 哦 我看到他是说 如果好感度不够的话会进到另外一个结局 但因为那个对话都还蛮前面的 所以我就不回去跑了哦 好啦 那我们今天这个游戏就先玩到这里啰 那我们下一个游戏再见 那大家拜拜 拜拜